大家好 我是诗言 这么多期节目不见 你们想我了吗 你们太假了 真的是 这个节目我根本就没有上过 对 所以我们这期的主题 就是给你们准备的 我们这期的主题叫做 拒绝虚假 Be Real 我觉得你们这群观众 真的特别不好 你看人家张老师 刚才在台上 对吧 随便说了点什么 你们还喊人家是艳品 你怎么能这样呢 张老师好赖算个明星 对不对 验星 鞋是够验的 我们这期的主题是 拒绝虚假 Be Real 其实我觉得现在就是 小孩子的世界里 有一件事特别的假 就是这个才艺展示 尤其是过年的时候 我从三岁继事起 到十二岁小学毕业 我觉得我就不是过了十个年 我就是参加了 十届中国大人秀 而且现在的这个才艺展示 变本加厉 很多家长把这个战场 已经摆到了高铁上 尤其是如果你坐高铁 两边一边坐一个孩子 双方家长 甚至会让他们battle 而且你battle就battle吧 还非得拉我当评委 你知道吗 这边说 快 给叔叔背个三字镜 这边说 快 给叔叔唱个字母歌 给叔叔背个唐诗 给叔叔打个太极 给叔叔演个杂技 最后我实在看不下去 我说好了好了 别比了好不好 双冠军 好吧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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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特别看不惯那种人 就是动不动就喊什么 再不怎么怎么就老了的那种人 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句话特别的没有逻辑 如果你真心想做一件事 永远都不安 对于我来说 只有在吃火锅的时候 用得上这句话 再不加肉就老了 而且你真的怕肉老 你不要去吃火锅啊 对吧 你可以去喝现代木叶鲜语纯牛奶啊 对吧 两小时所嫌永远不会老 对吧 你绝对不会听你妈说 哎呀 这个奶你得赶紧喝呀 再不喝就老了 我觉得我们现在 还有一种表达方式 也特别的假 我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啊 就是如果有一件事 你特别想表个态 但你对这件事呢 又不是很有信心 你就会不由自主的 在这句话后面加上一个对 比如说 真的那个平时我老婆 特别听我的话 对 真的真的 我们家都是我管钱 对 对吧 而且如果你实在特别的没有信心 你还可以在这句话后面加上一个 对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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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如果你加上这句话之后 你会觉得 哇 这句话会显得特别的真诚 哎 对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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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是这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这种语言的表达方式真的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发明 大家可能学过英语 你们知道英语里面有双重否定表肯定 对吧 但是我觉得我们中文更伟大 我们有三重肯定表否定 对吧 比如说 哎老公你看这件衣服是不是特别适合我 是是是 哎那个王刚老师下次来上海一定找我啊 请您吃饭啊 一定一定一定 张老师刚才后台我开你玩笑 你没有生气吧 没有没有没有 而且张老师说这个没有的时候 一定要一边说一边翻白眼 没有没有没有 当然说了这么多呢 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有的时候可能确实会让人 就是变得越来越现实啊 有些时候我们不得不变的就是be realistic啊 但是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做自己be real 谢谢大家我史燕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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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老师以前是有一个音乐学校 然后为了做错误秀就辞掉那份工作了 十二老师每周都会很辛苦组织很多场开放埋 然后还会培训吸引人交信人 但是从说头有时候 就耽误自己很多时间经历 确实是不爱 不爱 剑谷你现在是不是特别有信心 没有没有没有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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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好看到了吗 好 大家好 我是艾伦苏醒 炸了 炸了 没有 开玩笑 对吧 苏醒老师比我年轻 看起来比我年轻 对 我是毕业于上海较大的实验 对 至少先从学历上比较过 对 刚才我真的特别的开心 我今天来参加这个比较 其实刚才隔壁队 同样毕业于上海较大的庞博 他讲的段子我特别有感触 因为是关于开车的 因为我们是较大毕业的 对 所以我一会儿决定讲一讲 开车的话题 这个话题我估计 卡木就没有什么发言权了 因为他只会开电动车 这就是差距 对吧 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呢 池子选的这个主题叫 别怕焦虑 我有交代 不是 这不是我的 这应该是我的第二人说的 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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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怕焦虑 我有药 别怕焦虑 我有药 其实我觉得真的是 大家知道就是 对抗焦虑最好的药是什么吗 就是行动 就是马上开始行动 就可以很好的对抗焦虑 我觉得现在当代人 最大的一个焦虑点是什么呢 就是 怒怒 就是怒怒 很多特别演员不太理解 因为他们连车都没有 对 我也怒怒 对 就是怒怒 我觉得怒怒是一个很大的焦虑点 后来我再分析 为什么人会怒怒呢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因为你在开车的时候 交流的方式实在太少了 你什么都做不了 对不对 你交流你只能按喇叭 但是喇叭传递的信息特别有限 对吧 你最多就是 滴滴走呀 滴滴滴干嘛呢 滴滴滴滴等什么呢 对吧 你最多就是这些 你还能指望什么 你还能指望司机师傅 拿喇叭给你搞一个摩尔斯马吗 你上了一辆出租车 哎 哎 师傅那个 后面的车摁咱喇叭的 噓 我正听他说什么的 滴滴滴滴滴滴白 滴滴滴滴滴滴滴吃 这小样骂咱们白痴呢 你最多就这样 你还能指望什么 如果将来我发明汽车 我一定在这个车的前后左右 各装一个LED屏 你可以把你说的话或者骂的话 及时的送到这个LED屏上 哇 到时候你看上车开上高架 那就有一种看弹幕的感觉 对吧 哎 哎 那车会开吗 变道连灯都不打 哎 我对面的 对面的车你能把大灯关了吗 亮瞎了好吗 哎 前方功能啊 前方功能 三车连环相撞 后面的车注意避让 后面一群车保持对形 保持对形 保持对形 而且你会发现这种交流 可能还得有 还可以带一点社交属性 对吧 带点社交属性 哎呀 刚才那车 开得也太肉了 对吧 超过一看 哎 果然是个女司机 不过长得还不错 美女能加个微信嘛 旁边说 哎呀 你们还行不行啊 开车还能加微信啊 我也是醉了 这时候警车那个LED亮了 哎 刚才说也是醉了那个人 你靠边停一下 好 谢谢大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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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